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外户动物协会相信 教育市民大众是改善动物福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每年协会都会举行不同的活动 包括学校讲座 将很重要的信息宣扬开去 除了改善动物福利之外 香港外户动物协会 还提供全面的兽医门诊 和手术服务 我还知道他们在湾仔总部和九龙中心 都为我们提供全面的门诊和手术服务 而西贡和坑口诊所 就提供门诊和基本的手术服务 而他们在梅窝和长洲诊所 亦都为附近居民的宠物提供门诊服务 又真的知道很多资料 不过我也知道 香港外户动物协会 亦都在湾仔总部、九龙中心 和旺角的中心都设有领养服务 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全面 但是香港外户动物协会 实际上是如何帮助动物呢 让我逐一告诉你 在保护动物方面 协会有一支由十几个同事 组成的检核队伍 加上三部动物拯救车 和不同的拯救设备 提供全日24小时的服务 那他们就要不停走返全香港了 是的 他们还是香港唯一由 动物福利机构成立的拯救队伍 每天拯救队都要不停拯救 受伤、受困或有危难的动物 如果我们看到有动物受到虐待 是否可以找他们帮忙 当然 其实这也是他们另外一个工作 拯救队会去到举报地点进行巡查 以及提供意见 如果他们真的见到虐待个案 还会协助执法机关进行检控 是的 我也记得 住在协会湾仔总部的拳丝狗排骨 他也是其中一个虐待个案受害者 幸好轮居报警 再通知我们拯救队才救他 我知道拯救队还会不时巡查 宠物店和街市室货当 确保宠物店有提供合适的居住环境 以及动物得到适当的处理 除了拯救队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还提供动物福利服务 协会的湾仔总部 会接收拯救回来市民带来的流浪动物 以及被主人弃养的动物 协会的同事也会去到鱼户处的狗房 以及其他动物机构接收可以被人领养的动物 协会还会为这些动物提供基本检查 而适合被人领养的 还会转送去协会的领养部 等新主人来领养 对,如果我也想去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领养动物有什么手续呢 很简单 当然你要去跟小动物接触一下 决定领养之前就要再三想清楚 以及跟家人达成共识 还有领养人士要年满21岁 带住资证明 承诺会照顾宠物至中老 登记成为会员 以及交领养费 那就行了 这真的很简单 我也可以领养宠物 但是如果它们不舒服 协会有没有兽医可以看的 当然有 协会的诊所和流动医疗车 都有提供兽医服务 而湾仔总部和九龙中心 还提供手术服务 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全面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 一直都协助政府 在香港推行动物的福利工作 你说得对 而其中一项计划 就是猫隻领域狐狸计划 也就是CCCP 我也听过CCCP这个计划 还知道它是透过帮助流浪猫绝育之后 再放回原居地去控制 以及稳定流浪猫的增长 对 你也解释得很清楚 而除了猫隻领域护理计划以外 香港外护动物协会 还有九只行为培训班 照顾年幼和生病动物的暂养家庭计划 还有宠物美容服务 还有宠物寄宿服务等等 提供这么多服务 真的不简单 如果我很想帮小动物 我可以怎么做 简单 你可以帮香港外护动物协会 做义工 只要你年轮16岁 就可以帮协会清洁动物农舍 做领犬员带狗仔散步 又或者参与猫隻领域护理计划 帮猫猫学习和人相处 参与做暂养家庭 再者捐款支持协会 和登记成为会员都可以 记住了 领养不只是为家庭增添宠物 你还拯救了一条生命 还有,宠物不是玩具 绝对不可以杀时冲动 随便遗弃你的宠物 记得要做个负责任的主人